字幕提供 又到Z世代大人時間 香港人出街 銀包一定要有的除了香港身份證外 就一定是八達通卡 隨著電子錢包的發展 八達通起2017年尾宣布再與三星獨家合作 推出Samsung Play Smart Octopus 虽然非常方便,但就令不少iPhone用家相當失望 在過去一年,就不斷傳出八特通可以加入Apple Play的傳言 隨著iOS 13的Beta版本面世 有網友就發現關於內置MFC功能的原始碼 出現了Octopus,HK的標注 相信隨著iOS 13的推出 很快便可以在Apple Play用到八特通卡 不過大家要留意 只有iPhone 8、8 Plus、iPhone X、iPhone XS 和iPhone XS Max支援國際交通卡的使用 另外,最近推出的XS、XS Max和XR手機 由於在晶片方面做了優化 所以在手機無電的情況下 都可以使用這個交通卡的功能長達5小時 如果你用Apple Watch Series 3和Series 4 亦都有機會在iOS 13推出的時候 用到八特通的功能 對了,現在透過信用卡為Smart Octopus增值 需要付3%的手續費 不知道當八特通在iOS平台推出的時候 你的情況又會不會改變呢? 希望你喜歡我今次的介紹 記得訂閱我們Memo的Facebook專頁和Youtube頻道 和Alfred Mac的Facebook專頁 今集先說到這裡,拜拜 拜拜 Memo的Facebook專頁